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厂长乘坐末日飞机抵达朝鲜半岛 燃指河墙式信号 台行政部门通过的小三通春节专案即将到期 台湾各界呼吁全面恢复小三通 新西兰暴雨常灾 保险企业或将面临史上最高的理赔额度 近日 北约秘书长接连访问韩国 日本 在亚太掀起波澜 此访是北约亚太化的最新一步吗 日韩引狼入室会给亚太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 全球北约战略转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号起访问日本 逗留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 双方商议就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相关议题 斯托尔滕贝格在访日期间表示 北约将继续加强与日本的伙伴关系 在访日之前 斯托尔滕贝格刚刚对韩国进行了访问 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称 长期以来 北约同韩国一直紧密相连 如今我们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 这是日韩去年参加北约峰会后 北约领导人首次对两国进行访问 分析认为 此访是构成全球北约战略转型的最新步骤 作为立足北大西洋的军事安全集团 北约并未随着冷战终结而瓦解 而是在美欧的霸权逻辑下 不断地炮制所谓共同敌人 过去20年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亚太四国与北约以阿富汗问题为牵引 逐步靠近 但随着阿富汗任务结束 北约与亚太伙伴的合作弱化 近年来 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 北约重新加强了与亚太伙伴的合作 2022年 可谓是北约转向亚太的标志性一年 2022年3月24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到访北约总部 4月初 日 韩 澳 新四国外长 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线下会议 5月 四国首次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 韩国国家情报院 加入总部设在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 北约网络防御中心 2022年6月底 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四国领导人参会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北约 以着手进军亚太 当月出台的 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中 北约声称 印太地区对北约至关重要 这一逻辑与美国对华战略论调 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进一步明确了 北约的全球战略重点 正在转向亚太 日韩助推亚太北约化 在密集的高层互动下 日韩与北约的合作 正在游须向时 从传统的防务交流 朝着情报共享 联合演训 武器装备联合研发等 实质性的军事合作深化 并向网络安全 供应链 基础设施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 日本在此前通过的 安保三文件中 提出防卫开支 要达到GDP占比2%的目标 正是要向北约的标准看齐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也多次提及 印太地区与欧洲地区的安全 不可分割 与北约保持了高度一致 不过这一立场 在日本国内饱受争议 日本はアジアの平和のために尽くすべきなんです それを全て全てのために アメリカやイギリスに押立されて などに接近するとは これほどですね 日本国の指揮棒 若隐若現 不可忽视的是 陆上自衛隊1月27日宣布 将于2月16日至3月12日 在大分县的日出生坛演習場 和洛尔岛線的黎岛等地 举行一年一度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 共同实施的铁拳联合演習 报道称 铁拳联合军演 从2005年开始举行 此前一直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开展 这是首次在日本国内举行 共出动1700人 计划进行综合火力引导 登陆 空降 陆上战斗等训练 旨在提高日美两国的 两栖作战能力 针对斯托尔滕贝格 对日韩的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一方面声称 其作为区域性防御性联盟的地位 没有变化 一方面不断地突破 传统防区和领域 不断地加强 同亚太国家的军事安全联系 有关动向 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 北约秘书长 对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 加强北约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首先是要在亚太地区 抄俄罗斯的后路 其实在过去若干年当中 当面对西方的战略压力 以及不断地战略挤压的时候 俄罗斯在经济合作方面 更多地转向东方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前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成果 所以为了抄俄罗斯的后路 北约与亚太国家进行安全合作 军事绑定的同时 是使这些国家与俄罗斯 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更多地被限制 进而达到虚弱俄罗斯 对俄罗斯围堵的目的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的是 当北约国家与亚太国家 进行合作的时候 是符合美国所推动的 北约亚太化的俊成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加强北约与美国地区盟友的 横向联系 让地区盟友更多地符合 美国大国竞争的布局 进而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 这个时候对亚太地区的盟友来说 会进一步地削弱他们的自主性 在安全方面也将面临更多的风险 好 再来看美国防长奥斯汀 1月30号抵达韩国开始访问 媒体在报道消息的时候强调 奥斯汀是乘坐美国的末日飞机 抵达朝鲜半岛的 那么美方此举意在何为呢 据韩联社1月30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当天下午乘坐被称为 末日飞机的E4B空中指挥机 飞抵位于京基道平泽市的 乌山空军基地 开始对韩国进行访问 E4B空中指挥机 由波音747200B飞机改造而成 该机可在美国本土遭到核攻击时 在空中指挥作战并直接调遣军队 由此获得飞行的五角大楼之名 此外 由于在核战争爆发时 该机可指挥洲际导弹 核轰炸机 核潜艇等 美国所有核战斗力和陆海空部队 又被称为末日飞机 据韩联社报道 2022年5月 美国的末日飞机就曾在 拜登访问韩国前夕 故意暴露航机 当时有飞机追踪网站消息透露 E4B空中指挥机出没于日本上空 连同伴飞的多架空中加油机在内 都启动了通信设备 故意向民间的航机跟踪网站 暴露飞机轨迹 分析认为 这表示在美国总统拜登 访问韩日两国前夕 美国向半岛大袖肌肉 释放警告信号 美国空军有四架E4B空中指挥机 每架造价超两亿美元 E4B飞机携带特殊设备 包括一个五英里长的拖曳天线 确保即使地面指挥中心 被摧毁 机上总统及其高级官员 也能与核潜艇舰队保持联系 此外 E4B可以在空中加油 在空中能够停留长达一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的末日飞机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当美国总统在国内时 至少有一架E4B 在内部拉斯加州 奥马哈市的奥福特空军基地 全天保持准备状态 以防万一 据报道 在美国总统对国外进行访问时 也会有一架末日飞机随同 美国国防部长乘坐末日飞机 到达韩国 从乘坐工具的选择上看 美国人很讲究 如果这种核指挥工具 到达半岛地区 很显然在半岛地区 要增加很多变数 目标就是向韩国表示 所谓的核延伸保护 通过这次访问 正在明显地表达出来 同时也可以向北部显示 美国强大的三维体的核打击能力 所以从目前看 至少在应载工具的选择方面 表达了美国的强势 如果利用半岛的 所谓热点态势 增加前沿部署能力 增加核打击能力 既可以在半岛有事实 显示美国的核保护能力 同时在大国竞争中 也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1月31号 美国防长奥斯汀 先后同韩国国防部长官李中谢 韩国总统尹希悦举行会谈 当天下午 奥斯汀与李中谢举行联合记者会 奥斯汀当天在韩联社发表题为 《同盟已做好准备》的署名文章 称美韩同盟的力量包括 第五代F-35战斗机 反导平台 部署在乌山空军基地的U-2侦察机 等情报侦察监视能力 而美国的延伸威慑承诺 为其提供后盾 这一承诺包括美国常规武器 核武反导力量 他还表示 美方正谋求携手韩方在半岛 和区域扩张延伸威慑活动 及机制的方案 据统计 驻海美军约有2.8万兵力 是以驻外美军中规模最大的 据报道会谈还确定了 韩美两国将在今年的 韩美安全协商会议召开之前 完成对韩美定制型 威慑战略的修订 并将于2月实施 运用延伸威慑手段的兵棋推演 确保美军向朝鲜半岛 及时出动战略武器 双方还决定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今年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和力度 朝鲜方面目前尚未就 韩美上述言论作出回应 1月29号 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局长 全正根在朝中社发表谈话 谴责美方在为应对某一方的挑衅 提供延伸威慑力的幌子下 不断向朝鲜半岛提供核打击手段 1月台行政管理机构 通过春节专案部分恢复了 两案小三通 但是这一专案2月6号即将到期 台湾各界呼吁全面恢复小三通 两案小三通陆续迎来返程旅客 在厦门五通码头部分金门同胞 已搭乘小三通航线返回厦门 准备开工开学 还有不少大陆配偶赶回娘家和亲人团圆 洪雁明已经三年多没回娘家了 侄女和侄孙女一早就来到码头迎接 我20年来的时候 这一个小朋友才一个多月 现在你看三年回来 这小朋友那么大了 三年未归 洪雁明带了满满一车的礼物 要送给娘家人 有的时候我们 其实我们在进门就可以看得到厦门 但是就回不来了 还好啦 现在可以了 就大家心里还是感觉蛮开心的 高粱酒 高粱酒 比期待 这么重 对 一箱酒 接个金门馅饼 然后再来就是像给老人家用的一条根 牛肉干 都是金门的特产 黄牛肉 周洪玉为三年未见的父母买了一堆的礼物 所有的想念都在礼物里了 看着就觉得说家那么近 然后回不来其实是很心酸的一件事情 希望以后是常态性的可以这样通 这一次只有开放说金马吉 金门跟马祖的 所以他们也只能羡慕我们可以 金门吉的马祖的可以回来 其他的他们在台湾是回不来 春节前金门同胞黄启章 送两个孩子经小三通 中转回台北老家陪奶奶过年 八天过去 孩子们认识了不少台湾的亲戚 有见到阿嬷 还有大舅公小舅公 还有很多的亲戚 然后虽然没有 之前有一些不太熟 或者是准备来说 有一些还没有见过面 但是八天的相处以来 还是渐渐地去融入进了这个大家庭 小三通是福建沿海 与金门马祖地区 直接往来的交通要道 一年书运的旅客 可达数百万人次 2020年 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由 单方面暂停了小三通 过去走小三通往返大陆与台湾 只需要人民币1500元左右 省钱还省时 而坐飞机来回则要贵很多 直飞台北的机票 甚至贵的时候 到了一张来回机票要2万块人民币 这个是对我们而言非常的不便捷 这个所以我们非常期望 今年度能够完整地恢复小三通 在台湾社会各界持续强烈呼吁下 台行政管理机构去年底通过 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 允许在春节前后一个月期间 以专案方式申请航班 但限定航班数量 且仅限金门马祖民众 及当地大陆配偶申请 在大陆的广大台商台胞被排除在外 台湾舆论批评其为只做半套 我们回家一趟这么困难 像金门同胞现在早上确实 大概就是二三十分钟的航程而已 非常便利 我们大家都需要小三通 尽快去护航 尽快去全面开动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28号 在市交媒体表示 台商反映 近来小三通被民进党当局阉割 已经严重影响到台商权益 台商忠心期盼小三通全面开放 也希望两岸直航的航点能够增加 数据显示 台湾同胞普遍支持重启两岸小三通 2022年金门大学 针对小三通的调查结果显示 民众普遍认为小三通实施20年 有力促进了金门 马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对于疫情后立即开放小三通 约75%民众表示赞成 此外台湾网站雅虎奇摩 在2022年12月针对小三通重启进行的网络调查中 约有70.2%民众表示非常赞成重启小三通 连日来强降雨在新西兰多地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据路透社报道保险公司正在轻点索赔 这可能会成为新西兰有史以来索赔总额最高的气象灾害 随着气候变化 新西兰暴雨天气日益普遍且严重 继1月27号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宣布进入为7亿州的紧急状态以后 31号新西兰北地也宣布全州因洪灾进入紧急状态 在奥克兰27号开始的强降雨导致机场一度关注 奥克兰机场的部分航站楼被淹 27号晚进出该机场的所有航班停飞 数以百计旅客滞留 奥克兰有关部门开放了三个安置场所 接纳受降雨和洪水影响的民众 按照新西兰气象局的说法 奥克兰市当日降雨量大约是往年整个夏季降雨量的总和 当晚奥克兰部分市区三分钟内降雨量超过150毫米 降雨导致低洼地区许多商店和住宅被淹 西部地区大范围停电 道路不通 新西兰国防军协助部分地区居民撤离 据报道 目前已有至少4人在洪灾中丧生 当地拍摄的画面显示很多房屋和车辆被毁 田野被洪水淹没 一列货运列车脱轨 新西兰正在计算此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据路透社报道 新西兰几家主要保险公司已收到总共约1万份理赔申请 这些公司的股价1月30号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这可能会成为新西兰有史以来索赔总额最高的气象灾害 此外 澳大利亚保险集团发表声明说 灾情仍在持续 预计今后数日内理赔申请的数量将进一步上升 截至1月30号上午 澳大利亚保险集团新西兰分支机构 已收到超过5000份理赔申请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西普金斯1月30号警告 未来预计还会有更多降雨 经济学家表示 灾害天气过后 恢复和重建工作可能会加重新西兰的通胀压力 因为民众需要更换车辆和物品 房屋和基础设施也需要修缮或重建 受拉尼纳现象影响 新西兰部分地区正经历超过往年同期 正常水平的降水 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表示 澳克兰本月降水量已达到 1月平均降水量的8倍多 相当于全年平均降水量的40% 在3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 中国政府将对从韩国来华旅客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个别国家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有理由采取必要的对等措施 好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栏 30号朝鲜外文出版社展出一本有关 外方赠送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日礼物的画册 画册多达210余页 展示了2008年 金正日收到的一幅镶嵌者清明上河图的 七气屏风礼物 2001年俄总统普京赠送的银制茶器 还有2000年10月 美方送给朝鲜的礼物 乔丹亲笔签名篮球 但韩联社称此次展览并未出现 韩方赠送给朝方的礼物 近日在菲律宾一落一落省举行的一场婚礼上 新娘用洋葱代替手捧花的视频引发热议 画面中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 双手捧着一束由红洋葱组成的手捧花 走进礼堂 新娘表示灵感来自于社交媒体上偶然看到的洋葱花束 虽然洋葱价格飙升 但比起用完就扔的鲜花 洋葱还可以食用 不过因为洋葱手捧花重达5公斤 婚礼现场没有进行剖花缓解 礼藏后便分给了宾客 日本补金公司近日推出精肉自动贩卖机 遭到环保组织批评 据美联社报道 该公司在横滨市开设的无人售卖店 名为精商店 店内是有三台精肉自动贩卖机 向消费者提供精生鱼片和精肉罐头等食品 价格从1000到3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51到155元不等 目前该公司已推出三家无人售卖店 近年来日本因补金水域的调整 反补金抗议渐渐平息 但这种自动贩卖机的出现 又引发了日本补金范围扩大的担忧 近期澳大利亚因在运输途中 丢失一枚微型放射性胶囊 而进入紧急状态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这枚丢失的胶囊直径6毫米 高8毫米 内含色137 其每小时辐射量为2毫西幅 相当于一小时内接受10次 X射线检查 鉴于辐射影响 当地卫生官员告诫民众 请勿触碰 如果发现要保持至少5米距离 目前搜索仍在进行 不过有专业人士认为 要在总长1400公里的运输线路上 寻找这枚胶囊 如同大海捞针 塞加林阳近年来在哈萨克斯坦的数量 显著增加达到近130万只 为科学调控其种群数量 防范和减轻塞加林阳 对农牧业的破坏 哈萨克斯坦科学家将会对 1800多只塞加林阳幼崽 进行培育和研究 打算将其驯化为农场家畜 据统计 世界上90%的塞加林阳种群 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30号 受创纪录寒潮的影响 日本北海道102个观测地点的气温 刷新当季最低温度 其中北海道 湛冠村 观测到了零下31.9摄氏度的低温 荒家内厅 竹居内地区的气温 则降到零下32.6摄氏度 石毛巾和蛋清 暴露户外瞬间冻结 此外 石川县多地自来水管 因持续低温冻结以后破裂 导致1万多户家庭供水中断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近日批准了一项政策计划 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前来 将向在该国购买 并携带商品离境的外国游客 提供增值税返还服务 拟罪持于2024年实施 目前菲律宾政府对外国游客 在该国境内消费的商品 收取12%的增值税 此外 马克思还批准了一项政策 将从今年起 为部分东亚 南亚国家和地区游客 提供电子签证服务 菲律宾政府表示 希望今年入境游客 能达到480万人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1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 更新内容将2023年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2.7% 上调至2.9% 将2023年 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4.4% 上调至5.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席经济学家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 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有所减退 但是在控制物价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